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阿達之前為大家介紹過一個作業系統 就是在舊電腦裡面 安裝Chrome OS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Coready 但是呢這個系統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跟真正的Chromebook有差異 在我們自己安裝的Chrome OS裡面呢 它是沒有Google 4集的 所以讓它相對用起來 不是那麼的好用 那這次呢為大家介紹另外一款 可以自行安裝Play 4集的客製化Chrome OS 叫做 Friday OS 那這套的作業系統呢 它是由中國那邊的團隊 修改Chrome OS所做出來的一個作業系統 如果大家聽到中國就開始高潮 還是覺得會有問題的話 那也可以關掉這個影片 不用再繼續看 但是呢這個系統我自己試用過之後 我覺得它做的非常非常不錯 它有分免費版跟付費版 那我們這次都介紹了免費版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介紹與安裝教學 接下來我們到它的官網 準備下載 Fridy OS的一個ISO檔 那這邊呢大家可以看 它有幾個選單下載 握取幫助這些都不用管它 你直接直接選這個下載就好 我們就點選下載 那在下載這邊呢它會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PC 就是我們每次要用的 那這個是可以裝到虛擬機 你也可以用虛擬機先測 那第三個是定制 定制是要淺的所以這邊我們就管 那接下來我們看呢 這個Fridy OS for PC 那它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使用 複製三代到八代 我這邊這一台呢 它是噴騰的處理器 所以要用的話 我是會選擇第一個 然後去下載它的ISO檔 那第二個呢就是9代到11代 那第三個就是你不確定的話 或者是AMD處理器就選第三個 原則上啊我個人不建議說啊 如果你的電腦很新的話 你還特地去裝Fridy OS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們點這一個之後呢 那它會有幾個選項 ISO啊 鏡像1、鏡像2 我個人會建議你使用鏡像2去下載 點下去它就開始下載了 那在下載的中間呢 然後你可以往下移動 這邊 它這邊就有一個安裝指南 接著我們要進來這邊 去下載它的一個 製作開機碟的軟體 那點這一個 點下去 就會到這開機碟的製作軟體的網站去 那一樣是點擊下載 那接著就等它全部下載完之後 我們再繼續做一個製作開機碟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也不會很久 但是呢我個人強烈建議說 你的開機碟一定要選擇一個讀寫很快的 如果速度很慢的話 你在安裝軟體很容易失敗 因為你會類格到懷疑人生 你會覺得到底是不是壞呢 那第二點呢就是說 製作完成的時候 就直接關閉軟體 然後把隨身碟拔掉 它如果跳任何視窗 你都不要再格式化 會壞掉 那第三個呢就是做出來的隨身碟呢 它會變成很多奇異怪怪磁區 正常不能使用 這隨身碟還有其他用途的話 你可以看影片右上角有一個連結 就按那個方式就可以把它恢復原狀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進入安裝系統的階段 好現在安裝完這個隨身碟的問題之後 接下來我們只要選擇這個 它稍微檔案這個其實非常簡單 你要看我們桌面這個檔案 那你就直接選這個 選完之後再選 右邊路徑 這邊就千萬不要選錯了 選錯的話你一定會破壞一輩子 泡完呢 開機碟就做完了 最後這麼簡單 完成了 真的又拔錢 我們製作完開機碟之後呢 之後把它插在電腦上 接下來就直接開機 進入BIOS 進入BIOS呢 每台機器都不一樣 有的是按Delete 有的是按F2 那這台是按F2 接下來我們就開機 好 那接下來這邊選擇 開機的順序 我們把隨身碟開機的順序 把它調到前面 那接著就有存檔並離開 先來開機 那進來之後呢 就直接選第一個 他就可以開機了 這邊進來的速度呢 就取決於你的隨身碟 快慢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語言 他可以看一下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直接選擇 然後這邊呢 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啊 你只要安裝了FIDOS之後 你的SSD或硬碟裡面的 所有的系統跟資料 全部都不見 那如果你不確定說 你的機器跑不跑得動 個人非常強力的建議說 你先選擇這個適用 然後先執行看看 能不能正常進去OS 如果能進去呢 你再去裝 那另外呢 因為支援度的問題 有些機器裝的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還是可以用 這邊建議大家先選擇 試用看看 網路這邊都是正常的 其實的測合幾台機器 使用起來都蠻正常的 接下來這邊就重要了 他會問你要不要註冊或登錄 這邊就請大家不要註冊 也不要登錄 因為他要註冊呢 他必須要使用電話 或者是使用Telegram的帳號 你要進去加入他們Telegram 我覺得太麻煩 請大家選擇這裡 Use Local Account 直接使用在地的一個帳號就好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 隨便自己設定一個帳號就可以使用 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正常的話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系統部分這邊 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 這裡他可以算是個完整功能的一個系統 你也可以直接用隨身碟的方式 直接來運行這個系統 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他甚至在這邊他就問你要不要安裝 你就有一直直系統 這邊有等一下安裝 有的機器呢 他會甚至在這邊觸控 像這個螢幕是有觸控 那這個沒辦法觸控 我之前試過另外一台 他是可以觸控的 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正常 到這邊呢 跟一般的Chrome OS 幾乎都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這裡有個應用商店 那我們就可以去裝一些系統的東西 那如果你確定這個可以用 那你也想要直接把它作為你的主要系統化 那你就可以重開機或直接來安裝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做安裝的動作 我們重開機之後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測試了 隨身碟模式是可以使用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安裝這個 Chrome OS 那一樣他這邊會問你 你要全部安裝呢 還是多重開機安裝 再看你自己怎麼選 全部安裝的話 就是裡面資料全部都會洗掉 建議你一定要先備份你的資料 把你的作為系統啊 序號那些都抄完 那不然你就選那個多重開機 這邊安裝呢 我就選擇是完整安裝 我已經做完備份了 那接下來就讓你選擇你的硬碟 安裝完畢了 那我們就關閉 安裝完畢呢 記得要把時間點拔掉 這樣才會正常 不管是哪一個Chrome OS 都是一樣的 開機 現在就是直接使用SSD開機 那一樣我們這邊就可以選擇螢幕 好 那這邊呢就已經是一個安裝好的 Chrome OS 那使用起來呢其實就跟一般的那種 Chrome OS 是一樣的 正常 播放影片正常 我會測過其他的影音平台 都是正常 好 要播放Netflix或Disney Plus的話 請記得來這一個Chrome OS的Setting 記得將這個Enable Wide打開 不然的話它會沒辦法播放 打開它之後重啟 播放就會正常 那在這裡呢 我們點擊過來 再點這一個 點擊過之後呢 再點這一個 它就有一些選單 那有幾個動作要先做 這一版 Valaxy OS 它跟一般的Chrome OS不一樣 在它有一個應用商店 它的應用商店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像有Enjoy系統 還有它自己做的一些 Chrome OS的軟體四集 其實它的內容 都還蠻完整的 相當不錯呢 而且你不用慣它這個 也有一些安卓的應用 因為我們現在要準備做一個 Enjoy系統的次系統 所以這邊呢 請大家先裝這個 這個Enjoy 去安裝 啟動這個安卓的一個 紫系統的動作 這邊先做一個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那接著我們再繼續回到 剛剛的軟體應用四集 這邊大家有興趣 大家自己去看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呢 就是安裝Google四集 在這邊有一個配置OpenG APPS 我們就在這裡 選擇添加到Valaxy OS 這樣子 就搞定了 接下來我們一樣可以看這邊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線上的應用 有沒有 這個就是 跟Google的線上應用四集 是完全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 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那其實就會把你的資訊 通過來了 如果不安心的話 你可以另外去下載Chrome版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這裡已經多出一個 Google Enjoy的應用四集 我們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這邊就直接登入你的帳號 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是Google Play 我們隨便找一個 ADD來測試看看 它在安裝的時候 順便簡單 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系統 它這邊跟ChromeOS一樣 我們點這邊呢 它這邊就有一些連線 譬如說像Wi-Fi 藍牙 有的機器呢 它會沒有聲音 如果你的機器弄完了 它是沒有聲音的話 你可以用藍牙配對的方式 去外接個藍牙喇叭 然後它就會有聲音 雖然它音效卡沒有驅動 但是你用藍牙的方式 還是可以讓它有聲音的 然後這邊的操作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大同小異 它一樣也有一些設定的介面 這邊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看 APP專門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這個的速度呢 是比我之前用像一些模擬器 還是其他的去跑 其實速度很多 然後以這個噴騰的CPU來說 流暢度已經讓我覺得滿意了 如果不用的時候呢 就按這個回頭圖畫面 然後就把它關閉就好 總結一下這個FlydeOS 以ConeOS來講 它就是使用起來更方便的ConeOS 但是呢 目前一致的問題就是說 我有測過之前的另外一台 302元的ZenBook 但是沒辦法安裝這一套的 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電腦能不能用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些機器的話 像聲音可能就有問題 像這台本來有觸控驅動也沒有 它不一定會完全的正常 所以在使用前呢 建議還是用隨身點模式下去 跑跑看 如果你覺得這樣滿意 那你再去安裝 那另外如果說你是對 中國人開發的客製化的應用 有益率的話你也不要用 但整體來說就這滿方便的 它在使用起來就跟 之前自己買的那台ConeOS快多了 而且最主要處理器也比較好 那用起來會更順 也分享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教學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一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